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相安娜会在后天星期二推介国家反贪新策略 也制定未来五年贪腐预防和治理的大方向 波德森一名父亲八年前开始强奸女儿 导致女儿为成年变怀孕 胆下两个孩子 最令人寒心的是 母亲选择视而不见 警方已经逮捕这对禽兽不如的父母 批里州政府已经同意输水给兵人 首相对区安娜指出 水工会通过 几年综合绿色工业园输送到威省 首相相信随着近期与几岛州政府的关系交好 因此可以以更专业的方式协调兵重 以及几岛这两个州所在水工课题方面的合作 我们能够取得更好 首相安诺是在出席2024年 北马区人民昌明嘉年华会 闭幕仪式至此时这么指出 另外针对几打州 驱灵机场的项目 首相则说横跨州政府 与联邦政府全线的基础设施 必须经过仔细的讨论 且需要考虑所有的因素 首相补充交通部长陆教福 在最近同意继续谈判 但必须遵循适当的程序 首相说这项被搁置的项目 被视为没有充分研究 以及没有遵循完整的程序 为了确保大马在人工智能领域 拥有良好的发展 首相对西安诺表示 达马机制教育与培训计划 应该加强国人对人工智能 等相关领域的接触 以车保技术 以及工程领域专家得以生存 以车保技术的项目 早前首相指出 为了确保年轻一代不落后 因此考虑将人工智能培训 纳入宗教学校或继执教育 与培训项目课程中 有外媒报道指 国国将在六月削减燃油补贴 并形容这项重大的经济改革 将考验人民所面对的 生活成本高涨的问题 对此首相德德西安诺表示 外媒的报道是不道德的行为 因为内阁还没有针对相关的课题 做出最终的决定 而政府是需要说明具体的实施方式 原则是不会为人民带来负担 首相安诺批评有关 外媒的报道引用了 不可靠的信息来源 首相补充 虽然政府接受新闻自由的原则 但前提是 必须具备道德行为 基于事实 以及引用可靠的信息来源 也许财政部长的首相 是在出席与社区领袖见面会活动之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首相坦言或许是因为政治立场坚定 所以近期发现邻国和国际媒体 继续以负面的新闻攻击 尤其是早前已经否认了森林城赌场发展的课题 首相表示未曾讨论 也不曾听闻 可是却演变成热门的课题 昨天有外媒的报道指 我国会在六月削减蓝油的补贴 这项重大的经济改革 将考验人民在面对生活成本高涨之际 以及对团结政府的支持度 有关外媒还引述官方和业界消息的来源 指柴油的价格将在新股毛州议会补选之后的 数个星期内 采用根据市场浮动的定价机制 切由零售价随后将逐步上涨 根据湖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 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我国的新闻自由排名下滑 从第73名下跌到第107名 副首相德德律阿玛萨黑认为 基于大马是多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因此西方国家的衡量模式 并不能精准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 阿玛萨黑表示 我国不仅是多元种族 文化和宗教的国家 而且还有王室 因此三二的课题 太常被用来当作争论的话题 有鉴于此 各方都应该要知道其敏感性 并呼吁作者实践自我管控 因为因为3R terlalu banyak dijadikan polemik dan perhebatan maka kita harus tahu sensitiviti tiga perkara ini dan pada hemat saya harus terdapat keseimbangan dan biarlah tidak perlu perundangan untuk mengawal tetapi kita kawal diri terutamanya penulis-penulis yang harus menggunakan sesuatu yang tidak sensitif untuk dihubungi dan bukan cakap sembrono menulis apa saja yang ada di benak pemikiran kita 阿玛扎he是为马来作家 联盟新会所主持开幕 以及开摘宴之后 接受媒体的访问时 这么指出 至于新闻自由的问题 他则补充 通讯部 教育部 和高教部 可以采取一些良好的措施 并指 不能使用一个国家的模式 作为大马的标准 而是应该适应我国 社会的敏感性 不成一家便利店 因为售卖包装 印有不含棕油 资源的冰淇淋 结果触法被冲公 接受调查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严厉抵制任何歧视 或抵制棕油产品的行为 部长Amazon 出行大马关税局 严格把控相关的产品 以避免类似的情况重演 同时 他欢迎与各跨部 委或机构合作 也讨论有关 抵制国家原产业遗续 Amazon认同 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德鲁·朱哈利的建议 出行大马关税局 严格把控 以及仔细检查 以避免将任何 歧视棕油产品 标签产品 带入我国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在本月二号 投机检查 部城第三区的 一家便利店 并起货一批 售卖印有 不含棕油 标签的产品 目前产品已经 全数遭到 执法单位充公 以做进一步调查 为了确保预防贪腐的举措取得成效 政府会在星期二推出 2024年到2028年国家反贪策略 反贪委会主席丹西埃尔巴基指出 该策略将取代2019年到2023年国家反贪计划 以便更有效地改善公共服务和政府关联公司的管理治理和诚信 尔巴基表示 首相德西安娜会在五月七号 也就是后天星期二 在部城国际会展中心 推介2024年至2028年国家反贪策略 他指出该策略是政府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第五条制定反贪策略的一步 而该公约规定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 必须制定文件作为国家级别反贪腐举措的主要参考 尔巴基说 去年届版的2019年至2023年国家反贪计划 被鉴定为间接帮助提高国家在2019年 全球青年印象指数排名的因素之一 而当时国国从2018年的第61名 跃升至第51名 鉴于这些因素 2024年至2028年国家反贪策略的制定 会强调无项主要的策略 也就是教育、公共责任、人民的声音、执法和讲业 为了确保该策略实施的有效性 反贪委会的国家治理规划组将会建立全面的监督机制 无论如何 尔巴基表示 星期二推出的这项反贪策略 其监测和评估报告将在首相主持的 国家治理内阁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寻求批准 之后再提成内阁和会议 代表西蒙上阵新股毛周一席补选的候选人彭小桃 已经公布五大主轴的竞选宣言 包括重点发展生态旅游 致力为新股毛旅游业注入新的元素 彭小桃指出 有关发展需要通过短期和长期的计划实施 以进一步改善当地居民的经济情况 我认为了一项是 我认为是 我认为了Eco Pelanjungan 作为了兼项的项目 我认为了兼项 地区人掌握取资产 和兼项的兼项目 因为我认为了兼项中的项目 因为我认为了兼项 如果在这里有免疫情 但尼项目的不在乎 彭小桃是在本月三日 举行的西蒙政治讲座上 为新古毛周省区提出五大竞选宣言 他承诺将专注在经济 基本设施 环保与休闲 人文发展以及民众的福利 他补充将加强与相关的机构合作 竭力将新古毛打造成 著名的旅游胜地 政府不边缘化国家任何一个族群 反之会致力捍卫各族的人民福祉 国大党主席丹席威尼斯·娃恩表示 政府会继续援助应语社群 包括新古毛的应语社区 而有关的援助也涉及教育的发展 西蒙新古毛候选人彭小涛站台 并在当地新都的祈祷仪式上向上百名信众致辞 在场的还有国大党独立主席 达特斯里·萨尔巴兰 为了让新古毛周一席补选顺利推荐 包括竞选期和投票日当天 乌加曼警察总部物流及技术局总监 达特斯里·萨尔巴兰指出 当局已经获得一百万令吉的拨款 以便出动充裕的景地和资源 到新古毛维持秩序 从而确保该选区的周一席补选顺利展开 中文字幕提供提供 日前 内政部长德律萨弗林指出 警方已经采取适当的举措 以竭力维持新古毛选区的公共秩序 保障选民的安全 对此 选民在5月11号投票日当天 可以安心外出 履行公民职责 为了提高民众的健康意识 水州呼噜水兰儿举办了一场健康加年华 吸引超过200人前来参与 但就包括新古毛社区的民众 通过这场活动 参与者都获得了免费的体检服务 水州议会协调员萨迪亚指出 举办健康加年华的目的 直接让人们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绝对不要存有轻视的心态 这场健康加年华是由SPK Group主办 国家血液中心和国家癌症协会协办 而这场具有意义的活动 也间接促进乌鲁雪兰儿民众的健康意识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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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对球员Mohammad Akia 上个星期四遭遇抢劫 头部遭人中击之后被紧急送医 阿斯利透露警方已经向两名目击着 也就是受害者Mohammad Akia的姐姐和一名送餐员录取口供 效力于登加楼足球俱乐部的Mohammad Akia 是在本月二号位于刮拉登加楼的一栋公寓前 被人持蟹抢劫 损失超过四千八百令吉 也因为这起事件Mohammad Akia共缝了六针 其中头顶缝了四针 左脚底部缝了两针 四美兰一名秒龄少女经过去八年惨遭狼妇强奸 而且还因此生下了两个孩子 更惨的是母亲知道了女儿被其丈夫惦夫 但还是选择忽视这乱伦的悲剧 最终少女鼓起勇气向警方报案 揭发狼妇的受刑 目前这对夫妻已经被警方逮捕归案 初步调查发现两人拥有毒品前科 波德森警区主任ID上发文告知出 被强奸的少女今年才二十岁 她是在上个星期三晚上十一点十一分 向警方报案揭发四十岁父亲的恶行 受害者在录取口供时透露 自己从十二岁起便遭到其父亲强奸 尽管她事后告诉了母亲 但母亲选择忽视 也因为被垫忽 受害者在之后怀孕并生下了两个孩子 可是其中一个出生之后不幸夭者 另一个目前已经三岁 ID上表示警方的初步调查发现 这起乱伦的悲剧发生自2016年 而受害者最近一次被父亲强奸 是在今年发生 地点位于波德森甘邦诸湖的一间房屋 警方接获受害者的投报之后 在过去星期五早上将这名情受不如的父亲和妻子 逮捕归案并获得法庭的允许 原领刑事法典第376B条文 严扣五天注查 一旦罪名成立 可以被判监禁不少过六年 以及不超过二十年 以及边区 罗佛居联发生一起群殴的事件 一群男子在终目睽睽之下 围殴一名男子 全过程被民众拍下 并发布到网上 引起华人 警方证实已经逮捕三名本地男子 协助调查 根据网传的视频显示 一名男子在摩托维修厂门口前 以拳头以及武器围殴一名男子 直到对方倒地不起 期间被殴打的男子 更一度被拖拽到 另一家垫屋前和路旁 且继续被施暴 居卵警局主任巴哈林正时 警方在本月三号接获投报 指一名本地的男子 在连城花园遭到一群男子围殴 警方之后在隔天展开的 除暴行动中 在凌晨1点15分 在伊斯坦达公主城 逮捕三名年龄 介于20到30岁的本地男子 巴哈林补充 嫌犯使用的武器 包括铁器 以及摩托车 维修厂的工具 干案动机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警方援引刑事 把点第148 持血骚动条文 以及第363 颅榜条文展开调查 目前警方正全力逮捕 其他涉案的嫌犯 民众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线索 可以致电拘联警方热线 杨明海外的本地歌手光良 睽问五年 在回到吉隆坡开唱 并带着今晚 我不孤独2.0巡演 回到家乡马来西亚 光良为歌迷献唱近30首歌 似乎带着歌迷坐上时光机 一首又一首曾经陪伴歌迷的 经典歌曲 如第一次 童年约定等歌曲响起 让歌迷瞬间回到曾经的事业 而在讲话的环节的时候 眼见歌迷格外冷静 光良瞬间转用 马来西亚式的华语说话 都得歌迷大笑 来看报道 光良时隔五年 再回到吉隆坡开唱 她坦诚 一直很担心 无法顺利举办 不过计划了 大约一年的演唱会 如今成功落实 让她非常有感触 在唱朋友首日风时 光良更深地为 现场的歌迷灰荧光棒的时候 不太整齐 于是指挥歌迷 一句左右摇摆荧光棒 听话的歌迷让现场的 荧光棒摇摆 看起来好壮观 光良的粉丝后援会 也诚意十足 坐在第二楼的粉丝 为了向光良表达之时 准备了油多张小纸 组成了爱心牌剧 让光良发现之后 融化了爱心牌 应该至少要大张一点 是谁做的啊 是我的歌迷惠吗 你们怎么办到呢 你们把那票买完吗 因为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叫我那些 蛮漂亮的人 这个时候要把这个牌子 举起来当做自己的脸 谢谢你们的用心 谁改变了我 光良也在近三个小时的演唱会当中 与歌迷携手 乘坐时光机 演唱一手手 曾经陪伴歌迷 在不同岁月的经典歌曲 让现场的歌迷 一直都处于大合唱的模式 演唱的经典歌曲 包括 都是你 第四 董董 第四 董董 光良也分享在去年 有机会和一位 欢迎订了当马女歌迷见面 两人说好要在今年 看她的演唱会 可惜女歌迷 却在今年二月离世 于是 她在演唱 约定时更说 那仿佛完成了 与歌迷的约定 就有点像是 跟小燕说的一个约定 今天希望她在听上 可以听到 我们在阳南下的 这一场演唱会 有趣的是 光良在分享 人生故事的时候 突然发现 台下的歌迷 都格外冷静 感到有点奇怪 于是她询问 台下的歌迷 是否需要用 马来西亚式的华语 会听起来让气氛 感到亲切 当她开启 马来西亚式华语 讲话的时候 引起粉丝 笑声连连 你们要去马来西亚 讲的话才会多 我也可以多 我跟你讲 我也回来 我就这样聊 这样你当亲切 对不对 我真的是 跑全成这样 你们听得懂吗 可以的 OK 我跟你讲 你怎么好笑 在点歌的环节 光良也不辜负 歌迷的众望 为歌迷带来 多首经典的歌曲 其中包括 回忆里的疯狂 天堂 多心 浪花一朵朵等 其中还邀请了 现场的歌迷合唱 让歌迷兴奋不已 而她在唱写给 梁静如的勇气前 让每一层的粉丝 个别合唱 粉丝当然不会让光良失望 无论分区 全场到合唱 都非常震撼 让光良感到非常感动 她更笑说 由于原唱梁静如 也在4月20号 在同样的场地开唱 因此这个环节 也重复了两次 光良以最经典的歌曲 同化 以歌迷道别 让一直期待 这首歌出现的歌迷 心满意足 带着快乐的心情回家 是演唱会 最完美的谢幕 RTM拉斯达采访报道